不久前索泰推出了机顶盒大小的V型PC主机 它安装酷瑞I3处理器 有8G内存和M2固态硬盘 但奇怪的是 酷瑞I3处理器上并没有常见的涡轮风扇散热器 而是贴着两个小卡片一样的东西 原来这是索泰发明的Airjet Mini 固态主动散热芯片 从演示看 它的侧面会吹风 将处理器的热量排出 这让很多人对其工作原理感到好奇 从外观看 该芯片长约4厘米 宽约3厘米 厚约2.8毫米 外表贴了一层塑料外皮 外皮顶面贴着四条氯纸作为吸气的空虑 揭开外皮发现 该芯片是被一个用来导热的铜质外壳包裹 用底面来传导处理器的热量 其三个侧面封闭 只在一侧开着排气口 外壳里套着一个四连体的金属部件 就是它的核心装置 该部件由四个相同的单元组成 每个单元顶面都有一个进气槽 通过外皮上的绿纸吸气 而单元底面两侧有很多长条形小喷口 会向外壳的导热面喷射冷空气 将其中一个单元切开 发现有很多高度不足一毫米的微小装置 整齐的安装在喷口上方 取出一个观察 可见该装置有两个机台 上下部各穿过一个贴着压垫陶瓷的柔韧金属片 给两片压垫陶瓷的上下面都施加点压 则上侧的陶瓷就会发生形变 缩短变厚 迫使粘接的金属片向下弯曲 而下侧的陶瓷则会形变伸长 厚度变薄 带动金属片向上弯曲 此刻给上侧陶瓷的跌压幻想 开始反向形变不断伸长 又带动金属片向上拱起 此时下侧的压垫陶瓷断垫 恢复正常形态 因此给上侧通入胶变电压 下侧通入脉冲单向跌压时 它俩就会周期性的同步反向形变 再把微型单元安装回去观察 发现上侧的金属片向下弯曲时 会推起空气使喷口附近静压提高 形成从小孔喷出的气流 同时上部空间不断扩大 气压降低 又从顶盖的中缝吸气填充 金属片形变到位后 上侧陶瓷的跌压幻想 金属片向上拱起 又使上部空间出现高压区 下侧则出现低压区 而下侧陶瓷断垫堵住了喷口 不能从喷口吸气 因此高压区又把刚才吸入的新鲜空气 推到了喷口附近 从而完成一个喷气和吸气的工作循环 当若干个微型装置同时工作时 上侧高压区的空气 绝大部分会向下面的喷口输送 一小部分则会向附近装置制造的低压区运动 使顶盖吸入的空气自行协调流动 并不会从进气槽向外逃逸 因此每个单元的顶盖缝隙只会进气 而喷口则以高频率脉冲喷气来冷却底壳 据说其散热效能可吊打风扇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风扇的气流平行吹过散热片时 由于空气的粘性 会形成越靠近散热片表面流速越慢 最后几乎静止不动的气流薄层 也就是边界层 层里的空气虽然接触热源 但对流缓慢 要提高散热速度就只能增加风扇转速 通过给主流提速来带动边界层加快运动 因此这只是隔靴搔氧式的散热 而单元的喷气口则是把均匀分布的喷流 垂直吹向间距不到一毫米的底壳 气流在热源处直接撞击形成散热的对流 并使底壳内的静压升高 又将热空气从侧面开口推出 这种近距离垂直喷气的强制对流 散热效果远超过风扇制造的缓慢边界层 虽然四个单元总功率只有大约一瓦 但可让带着五瓦热量的底壳保持室温 同时工作噪音只有21分贝 虽然这个主动散热芯片看起来很新奇 但它其实就是把农村灶台上的推拉式风箱缩小 再用沾着压电陶瓷的金属片 来代替风箱的活塞和活门 所以这让人想到一句谚语 现在出现的新东西 其实就是被我们遗忘的旧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